兵家亚胜,杀妻求将,强卫扶楚,猎亡陈蔡二国的战国第一名将吴启 吴启,魏国左侍人,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之一 吴启早年学儒术于增生门下,后契儒学兵 在鲁国时,鲁国和齐国交战,鲁员工想任用吴启,但吴启的妻子是齐国人 鲁员工因此不敢重用 知道此事后,吴启于是杀掉妻子,表示不偏向齐国,受命指挥鲁军,大败齐国 后来,鲁国有人向员工敬禅,员工心中也对吴启产生了怀疑 于是不受其官职 此后,吴启的主公继孙氏因懈怠兵客被杀害 惊人却说,吴启离开了鲁国 离开鲁国后,吴启听说魏文侯贤明 于是前往魏国,投靠魏文侯 魏文侯询问大臣李克的意见 李克认为,吴启虽好色,但用兵连司马仰居都不能相比 魏文侯38年,公元前409年 魏文侯任命吴启为主将 命他攻克秦国河西地区的邻近原理,并驻臣 次年,吴启再次率军攻打秦国,一直打到阵线 而秦国只能退守至落水,沿河修建防御攻势加以防守 在以秦军作战期间,吴启从不自视比普通士族高人一等 夜晚就睡在不佳平枕的田梗上 用树叶遮盖身体来躲避双路的侵袭 魏文侯35年,公元前412年 吴启再次率军,占领了樊旁 魏国全部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 并在此设立西河郡 经国相翟皇推荐,由吴启担任首任西河郡守 吴启担任西河郡守期间,向孔子的弟子 当时居于西河的子下学习儒家思想 并改革魏国兵制,创立五族制 吴启担任西河郡守期间 为抵御秦国的进攻,还修建了吴臣 公元前389年,秦惠公出兵五十万 攻打魏国的阴境 阴境之战,吴启亲自率领五万新兵 外加战车五百辆,骑兵三千 大败五十万秦军 吴子称吴启在河西期间 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 齐于军械,辟土四面,扩地千里 皆启之功也 魏武侯九年,公元前387年 魏武侯以吴启为将 率军讨伐齐国,直至宁秋 同年,吴启受到吴启的猜疑 于是离开了魏国,向南投奔楚国 在楚国时,辅佐楚道王升任令营主持变法 令营,乃楚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最高官衔 是掌握政治事务,发号施令的最高官 其执掌一国国柄 身处上位,以帅下名 对类主持国事,对外主持战争 总览军政大权于一身 经过五起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短期内,楚国增强了国力 使楚国出现了南平北越 北并陈蔡,雀三进,西伐秦 一度大败魏国,马颖于大河的强盛局面 此时,诸侯都畏惧楚国的强大 这是五起在楚变法后取得的大胜利 楚道王21年,公元前381年 就在楚军于前线接连获胜之际 楚道王去世 五起前往至桑处 被心怀不满的楚国贵族们用剑射杀 五起的尸身也被处以车裂肢解之行 五起死后,他在楚国的变法宣告失败 五起立世鲁、魏、楚三国 通晓、兵、法如三家思想 在类政及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 与孙武并称孙武 其所著吴子,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 占有重要地位 唐宿宗时,位列五臣王庙类 成为五庙十则之一 宋徽宗时,追分广中博 成为五庙七十二将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